有一天我睡著的時候 我左邊的肩膀又拿不起來 手指都避開了 痛得是舉不到的 2020年是難捱的一年 對於現年33歲 在劇集愛回家飾演 《賈明媛》的休子眉也不例外 五月幾六月的時候 我開始的時候 左手手腕很痛 右手兩邊的手腕 我都覺得奇怪 以為會不會是我做得多運動 搬東西 弄傷 後來不是 去到手指 還有腫 兩邊都有 開始擔心 然後去看醫生 Cheffy一開始是看普通家庭醫生 後來轉介到物理治療師 因為沒有改善 所以就轉體骨科 醫生一看就懷疑他患上一種病 建議他去驗血 7月尾 就已經證實了 我是有這個 雷風濕關節炎 我跟一般人的想法都是一樣 首先不太知道 什麼叫雷風濕關節炎 我男朋友的媽媽 以前都有這個病 他們都說到很嚴重 很嚴重 又扭曲了 很嚴重的那種 這麼年輕 一想到那個嚴重性去到 扭曲了 再加上會有機會 有些心臟的問題等等 肺炎的問題 病發症 弄到我自己都有點害怕 因為覺得自己很多事情還沒做 雷風濕關節炎 是自身免疫系統 異常所導致的慢性關節發炎 常見的病徵 包括手腕、手指這些小關節 出現左右對稱的痛楚 還有起床的時候 感覺到全身僵硬 做運動我又有些影響 我本身自己都喜歡做運動 可能一些器械上的東西 不可以做 跑步都暫時不可以 尤其是化妝的時候 畫眼的時候 有時畫完這裡 你畫反手 反手這個 因為本身這個位置痛 連塗眼線 其實基本上是掌握有問題 由於病情未算很嚴重 Cheffy嘗試先由中醫入手 用中藥和針灸調理體質 初初調理了三個月 其實都不錯 改善了臨床的問題 起碼我沒有發腫 很嚴重和扭曲 起碼我行動自如先 可惜一波未平 一波又起 去年九月 Cheffy男朋友Wilson確診胃癌 她要照顧男朋友 同時也要兼顧幕前的演出 還要打理和男友開設的演藝學校 太忙和缺乏休息 令她的病情再度惡化 任何一個關字 說得出的 都突然發光出來 那段時間 短短一個月來 頭這邊 這裡的骨位 有一點腫 說話也有點困難 頸椎位 好像人家的訓禮頸一樣 膝蓋上樓梯 用不了力 手腕 不用說 因為都動得很辛苦 平時你駕駛的花瓦 都很辛苦 其實那段時間 你做任何事都很慢 很辛苦 不過這段時間 都很短的 因為我一知道這樣 我跟我中醫師說 我都有這樣的問題 他就叫我 不如你試一下細衣 試完細衣一起 當時受到月頭 正式去看濾鋒濕科醫生 醫生為Chaffey 處方了濾鋒濕藥物 濾固醇和葉酸等 吃了個多月 四肢紅腫發炎迅速消退 手指亦可以再次伸直 不過濾固醇亦帶來精神亢奮的副作用 在精神大學 簡直無法發誤 後來就跟中醫師商量了 不如你轉去晚上 臨睡前一個小時吃中藥 一來可以幫助到你睡眠以來 可以疏幹 結果我又睡得好 又吃得好 各方面都好很多 Chaffey透露和Wilson 去年年頭已經有結婚的計劃 雖然因為患病要暫時割置 但都無阻它們要組織家庭的決心 都是很想做媽媽的 我男朋友他也很想大家有個小朋友 很多人都會說 不如不要生病 你不怕會遺傳嗎 我相信是有解決方法 醫生都說我 我也好他也好 大家都不是遺傳的病 其實我的醫生都說 臨床表現其實是好的 我聽到我自己控制 我自己開心 是因為我自己有努力過 他怎樣去控制 Chaffey說 凤濕科醫生為他制定了兩年的治療計劃 先停用淚固醇 再鑽食口服飆把藥 等到病情穩定受控的時候 再停藥三個月之後 就可以正常懷孕 懷孕期間 他需要轉用其他風濕科藥物 控制病情之餘 亦都不會影響BB 如果你有患有胃類風濕 而想著計劃可能會懷孕的話 其實一定要跟醫生去計劃個商討 傳統的風濕藥物有四種 適合在懷孕過程 整個過程式的 譬如說 輕六龜 黃胺 如果你在吃黃胺的話 你想著生的時候 就應該 開始不做鼻孕措施的時候 你就應該是 不過另外兩種藥 甲安蝶寧和萊弗米特 前者要停藥三個月才適宜懷孕 而後者就要停藥兩年或者以上 不過 若果懷孕期間病情活躍 食和安和輕六灰都控制不到 下一步可能就是生物製劑 即是抗腫磋懷孕子 如果仍然有些發作的話 可能這些情況需要用到一些低劑量的雷固醇 就Pregnese龍10號 或以下都是安全的 不過醫生提醒 若然患者本身很難成癮 例如曾經多次流產 或者努力了一兩年都未成功 就要儘量避免服食 非類固醇的消炎止痛藥 因為有機會影響懷孕的機率 本身病情如果穩定就沒有影響 但研究統計學都發現 如果病情活躍一些 可能大些機會有早產 和胎兒的體重 比正常小朋友低這個情況 所以最好就是病情穩定 才好妥 就是準備生育 就是準備生育 記得訂閱果子 還要按鈴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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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要按鈴鐺